这是美国之音4月21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樊东宁 朝鲜半岛的情势近来诡调多变 韩国天安剑爆炸沉默 究竟是一场不幸的意外 还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北韩间谍企图暗杀前劳动党书记黄长叶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接班危机有没有关联 还有之前传出了金正日打算这个月要到中国访问 又是不是会出现变数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智囊机构战略际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员张伯伦先生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和大家一块来探讨这些问题 张伯伦先生曾经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武官 他同时也是韩美顾问公司的总裁 张伯伦先生的英文名字是Paul Chamberlain 他在节目中说的是英语 而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与讨论 请您先拨10810或者是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此外您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现场讨论 张伯伦先生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 谢谢您的邀请 我们知道自从这个韩国的天安舰在3月26号爆炸 炸成两段沉没之后呢 国际社会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甚至很多国际间的专家都来到了韩国准备来调查这个事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星期一 韩国总统李明博下令声明说要彻查这个事情 沉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那么我想请教您 现在这个天安舰的舰尾已经被打捞出水面了 那捞出水面的这些残骸 是不是能够有助于厘清事实的真相呢 当然了 我们进行客观的分析 在爆炸面的客观的分析 以及残骸的分析都会是有帮助的 有助于我们科学的了解事情的真相 但是有很多的迹象表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包括这艘舰当时沉没的地点 究竟是不是在有争议的水域 还有它究竟是被鱼雷 或是说原本预设的水雷炸掉 这样子的可能和猜测都在专家们的评估当中 你认为最有可能的当时的现场的情况会是什么呢 我倾向于认为天安舰 就是说韩国的天安舰 是被北韩的水雷击沉的 这是我个人倾向的认为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遗害表明 这是一个来自外部冲击力的一个事件 而不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 或者是引擎的原因 那么这一水域呢 是有争议的水域 有些居住在韩国的 北韩的人民 那么他们已经站出来 已经承认了 这是他们做的 其中有一些原因 我们就是为什么 看到这种情况的原因 这就是金正日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那么他可能背后是需要支持 或者是提高北韩军队的这个士气 那么这是他们首当其中要做的事 而且呢 这种事件的发生呢 和有助于 有助于加强或者是脱长 他们目前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那么这有助于北韩朝鲜 政府自身的骨骨 张国文先生 刚才您已经很明确地提出了 您对这个事件 北韩是不是涉入 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如果假设真的是 北韩有涉入 然后金正日 他是授权发射鱼雷 这样的情况 假设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他可能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南北韩之间的关系 甚至大家都很关心 六方会谈接下来的进程 是不是会造成冲击呢 您的分析 六方会谈的好处 是在于 他目的本来是 他目的本来是 北韩的去核化 但是呢 这种益处呢 在很早以前的话 就已经消失了 金正日很清楚地表明 在几个场合都表明 北韩呢 将持续保持 他们的核武器 而且呢 还在试图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六方会谈的目的是将 朝鲜去核化 但是呢 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不到 就是说 就是六方会谈在将来的任何 就是光明的迹象 我们也看到这个事件 其实除了刚刚您提到 六方会谈之外 对于李明博总统本身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刚才在画面中看到 他在这个礼拜一的声明当中 也非常沉痛的 几乎流下泪来 为这些罹难的官兵表示哀悼 那么接下来 李明博他该怎么做 大家都在看 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可能一些韩国的民众 心里有很强的 如果真的是证实 北韩有涉入这件事件的话 可能韩国民众 要报复的心态 可能会比较强烈 那李明博在这样的压力之下 他究竟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大家都在看 您认为李明博总统 他究竟会选择采取 报复的手段 或是说继续的克制 他自己的行为 你怎么看 我认为李明博总统 可能会非常的小心 我想他会尽量避免 就是激进的语言 使得目前的情况变得更糟 他可能现在要吩咐 目前的南韩的部队呢 就做好准备 但是他不会公开的 向北韩进行武装的挑战 或者是宣战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可能会让局面变得无法收拾 事实上我们看 最近南北韩之间 这个朝鲜半岛的情势 真的是感觉上 非常的诡决多变 除了上个月底 发生这个天安剑沉没的意外 大家都还在寻找真相之外呢 昨天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进展 就是两名北韩的特工 近年在南韩呢 境内遭到逮捕了 那大家分析说 这是为了要企图暗杀 前劳动党的书记黄长叶 您觉得这个谍报活动 在这个时候被揭发了 两名特工被逮捕 连着我们看到才刚发生不久的 天安剑事件 这些事情是不是互相有所关联 究竟现在南北韩之间的关系 是有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为什么这个军事的意外 跟谍报的活动 一直不断地传出来了 您的分析 黄长叶 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向韩国投诚了 自从他投诚之后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惹金正日的政府的话 一直就想把它干掉 所以这十三年来都是这样 目前的情况是 最近又有一次暗杀企图 那么他和天安剑事件的这个发生 可能是一次凑巧 一次巧合 我上个月的时候的话 还和黄昌燕通了一次话 那他是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他也很清楚 目前一直都有按下他的企图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两件事情的发生的话 可能是一个巧合 但是呢 北韩是不是一直想加剧 目前的紧张局势 回答也就是 的确他们想 一直就想加剧 目前的紧张形势 因为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好的 稍后我们针对 这两个事件 再跟您详细的讨论 不过现在已经有一些 听众观众们 等在线上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樊东宁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天安剑事件的真相 与朝鲜半岛的情势 我们现场的嘉宾 是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CSI 请不吝点赞 订阅